聽聽看同學好了 因為毛孔出大 你們有做過什麼樣的方法 去改善它 來 蘿莉塔 這次我有去做過 然後還有提醒朋友的產顏 就是塗那個麵小護士 這個到底可不可以啊 一直在走大萬金油啊 小護士 白花油啊 可以嗎 醫生 是 這些產品 其實最主要的作用 就是在抗發炎嘛 它是會有消炎的作用 但是皮膚敏感的人 一塗上去 很容易發現 真的 都都好了 消了 可是邊緣卻腫一大圈 而且會很紅 了解 Benny 你用什麼方法 我是都不吃炸的 還有一些比較 辛辣也不吃 喔 刺激 少吃刺激的是毛孔 也會比較小嗎 應該是說 不吃辛辣的東西 比較會減少皮膚油脂分泌 間接的會讓我們的毛孔比較小 那吃東西 其實有一點要提醒大家 就是跟體質很有關係 不是每個人吃都會 所以不要看到室友吃好像 好像沒有什麼反應 就自己跟著在那邊吃 對 那夏天是不是少吃荔枝跟酸牙 這些也是會比較容易 起皮膚脫脂的 對 那甚至有些人 連巧克力都會有 蠻果多好吃 對啊 芒果不能吃喔 酸牙吃太多也吃太多了 如果你可以有個文化對不對 對 還是要看體質 那你看得出來嗎 其實他現在這樣看的話 他是屬於油桿 現在看起來的話 其實他是出油比較厲害一些 所以會 他是造成出油型的毛孔 那毛龍學姐是怎麼保養 這種毛孔是大 像小新這個問題呢 有個非常好的方法 就是拿化妝棉 沾滿這個化妝水 而且可以每天做 就是擦在毛孔大 然後並且就是出油的地方 然後早晚出門前就各擦一次 因為他會有那個溫和去角質的功效 所以他的毛孔會漸漸的就是縮小 而且不會黑黑的 喔 會縮小 慢慢縮小喔 那請問醫生你有沒有什麼建議 針對他的毛孔粗大 可能 作息啊 對 你都幾點睡幾點起 大概3點多 然後幾點起來 大概12點這樣子 這樣作息真的不行 最好是晚上9點睡 第二天7點起來 大概現在大聲犯不到 9點睡這太難了 這個部分會比較建議的是 因為可以看得出來 它角質代謝比較差啦 所以上面除了毛孔粗大 也會比較暗沉一些 嗯 所以從這個飲食起居 這個是很重要的 對 基礎的還是先 減少熬夜很重要 嗯 沒有錯 可是現在學生幾乎都熬夜 一定要熬夜怎麼辦 對啊 那這樣我想睡前的保養 就變得 它的比重就佔得比較重 還是說邊上網邊保養 也是會有幫助的 喔 OK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小欣 謝謝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皮膚的第二大問題 就是暗沉的部分啦 那我們請 杜拜 你的暗沉喔 來... 有暗沉喔 它部分的暗沉 其實看到 之前應該痘痘長得比較厲害 是嗎 所以它的痘疤 留下來的色素沉澱 其實是比較明顯的 還不錯 看起來看不出來 有痘疤 有...一顆一顆的喔 一點點一粒一粒 一般一般的耶 可是我們用肉眼看 它的皮膚已經不錯了耶 沒有 而且我跟旋萌一樣 就頭上也是很多痘疤 喔 對痘疤怎麼辦 真的 曾經有過很多痘子的人 對 像它現在的情況 其實還有在繼續長一些 閉鎖性的粉刺 所以會常常覺得 好像看起來不紅 摸起來是一顆一顆的 所以像這樣的情形 必鎖性的就是它沒有開頭的 像我們的草莓是有開頭的 那怎麼辦 那沒開頭怎麼解決它 沒開頭的 一般我們要用 像要塗一些A酸類的藥膏 幫助皮膚來 角色代謝 或者是透過 比較高濃度的酸類的換膚 喔 了解 了解 在這邊要問問看大學生啦 什麼時候呢 皮膚會特別的暗沉 在你們自己的提升經驗 蘿莉塔 就是我覺得 那個其實我是還好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額頭一定是很暗沉的 就是不論任何時候 不管怎麼保養額頭都很黑 它是因為瀏海 都蓋住 沒有 可是我 就是 卡到就對了 所以是卡到 你一直覺得你自己額頭 是不是比較暗沉 就是真的有比較黑 這個跟瀏瀏海有沒有關係 醫生 它應該是因為暗沉才瀏瀏海的吧 不是 可是因為我之前有去問 那個皮膚科醫生 結果他跟我講說 人的額頭本來就比較黑耶 他本來就會這樣 然後就跟我說 就不要管 這有意思啊 像這樣的說法 一般我們是會認為 為什麼額頭跟兩邊顴骨會比較黑 是因為這些地方比較高 比較突出 比較突出 所以他接受紫外線的鋪曬量比較大 那先暗沉就是先從這些部位暗沉起來 喔 所以還是跟曬太陽也有關係 那 陽光 對不對 就是 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 皮膚就暗了 對 很正過的時候 我之前就是這樣 然後 打過脈衝光 對 然後他會瞬間幫你打亮 可是他對於你的皮膚的毛孔那些 其實沒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他會讓你打亮 先謝謝杜拜 是的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歡迎的是Q妹 因為他的膚質呢 聽說是這個油乾混合對不對 又油又乾 但是不香 這樣 光看眼睛好像猴佩成喔 真的喔 佩成 看一下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Q妹一樣有一些暗沉的問題 而且甚至他有不少的曬斑 曬斑 在關島那裡嘛 曬斑 以前可能比較小的時候 防曬沒有做得很完全 有曬傷 沒有做得很完全 喔 那怎麼辦 你怎麼看得出來啊 就是那個比較暗是不是 那這哪裡 哪一個是曬斑的 對 就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點一點的 不知道... 那就是曬斑喔 對 曬斑的情形大部分會看起來 有點像 那要怎麼辦呢 抖一抖 就把它沾一沾吃掉吧 喔 唉唷 唉唷 好想笑喔 好啦 下次再發你來啦 對 那到底要怎麼辦 是 一般如果已經形成曬斑的話 我們可能光用保養 是沒有辦法讓它去掉 對 我們可能還是要藉由 賣衝光 或者是雷射的方式 才能把它去除 請問一下人家說 這邊會有那什麼 什麼太田母斑嗎 對 跟你講的曬斑 我們怎麼區分它是哪一種斑 我們最主要區分斑點 其實有一點很重要 肌膚以南雜正多 專家教你如何改善 對 對 自己有兩家斑 因為其實亞洲比較潮濕 所以其實像我們 亞洲人的肌膚的話 大學生了沒 你看人家說這邊會有那什麼 什麼太田母斑嗎 對 跟你講的曬斑 我們怎麼區分它是哪一種斑 我們最主要區分斑點 其實有一點很重要 就是它在皮膚的深度 那皮膚的深度 我們可以想像 我們假設這些黑色素 像石頭一樣 那皮膚就很像是水流 如果這個石頭 離皮膚比較表淺的地方 我們會看到它的邊緣很清楚 顏色比較黑 但如果是比較深沉的時候 會發現它的邊緣不清楚 霧霧的 灰灰的 那太田母斑它是一種胎際 所以它是在皮膚很深沉的地方 所以透過我們目視這樣看起來 會發現是一整片的斑 而不是一點一點 所以我剛剛有提到 如果是表淺的曬斑 其實是有點像芝麻或沙莉的感覺 了解 深度跟它顯現出來的顏色 就是不一樣的 對 對不對 不過其實它像這種 這種甘油混合 你是中間T字是有的嗎 T字是有的 很油 臉比較乾 我發現Cupen越走越後面了 一直在躲這個鏡子有沒有 所以它到底這種皮膚是太乾還是太油 我發現它的部分其實就是 我們一般常講的混合性 那我們一般講的混合性 其實是部位的混合性 就是T字部位 甚至是I字部位比較油 但是兩頰眼周的部分是比較偏乾的 經過放大鏡的檢測 大家才更深入的發現 大學生的肌膚存在不少問題 所以回到根本問題 如何清潔保養才能有所改善呢 馬上我們就請美濟達人Peko 來為大學生示範 三步驟清潔保養法 哈囉,大家好 其實在教學的部分來講的話 我會建議所有的同學們 就是其實並不是一種保養品 適合每一種人 應該是要先做皮膚分析 很開心